希望你们能够跟着C您好 还有崔老师的视频 能够坚持的学习我们的中文 以及熟悉我们许多的汉语词汇 今天我们分享的一个词是动荡 动荡第一个用法是作为一个动词 它表示起伏晃动的这个动作 经常我们用来形容海水啊 潮水啊 比较湍急的激流等等 它的反义词那就是平稳 我们可以这样用它 退潮的海水动荡不停 那海水在退潮的时候 这个海面它一定是起伏晃动的 第二个用法是作为形容词 也是动荡这个词用的比较多的一个用法 它一般是指我们的局势 或者社会的一些情况不稳定不平静 我们经常会用局势动荡 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搭配 我们看一下两个例句 我们要思考该如何摆脱时局动荡的危机 这个社会的局势可能遇到了一些问题 那局势呢就不很平稳 我们就要用动荡来形容它 第二个例句 在那动荡的年代 人们的命运相同 在历史上呢 在中国的历史上 我们也有很多的时期 每一个朝代的更替 都会有战争啊等等的因素 让我们的社会 让我们人民的生活不平稳 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说 这个年代是动荡的 好了 那这个词就分享到这吧 我们下一期再见